5月26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加拿大媒体记者四次追问孟晚舟案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加方应当切实纠正错误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并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记者会上 环球邮报记者问道 加拿大的法院将于本周三宣布 对孟晚舟有关案件的裁决结果 中方有何期待 赵立坚表示 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 是一贯的明确的 美加两国滥用其双兵引渡条约 对中国公民任意采取强制措施 严重侵犯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 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 中国政府维护中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 坚定不移 加方应当切实纠正错误 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并确保她平安回到中国 以免中家关系持续受到损害 该记者追问 你刚才表示 加方应立即释放孟晚舟女士 以免中家关系持续受到损害 如果法院做出对孟不利裁决 中方是否会采取报复措施 赵立坚回应称 我不回答假设性问题 随后该记者又问道 孟晚舟的案子在加拿大是公开审理的 并且有律师团队为其辩护 但加拿大公民康明凯 迈克尔两人却不能为自己辩护 对此您有何评论 对此赵立坚表示 关于康明凯 迈克尔两名加拿大公民个案 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 他们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活动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办案 依法保障 有关加拿大公民合法权利 中方敦促家方 切实尊重法治精神 尊重中国司法主权 停止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 赵立坚强调中方始终依法保障 康明凯迈克尔的合法权益 最后该记者第四次追问 中方是否期望加方 周三宣布释放孟晚舟 如果加方这么做了 中方是否会尽快释放康明凯和迈克尔 赵立坚则明确答复 我已经非常明确地阐明了 中国政府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